11月21号,秦潇贤回京后,直奔孟子一家,途中下车抽烟,助理将他送到小区离开,后面几天秦潇贤带在家中,孟子一出门干洗衣服顺便办事,完事了开车回家,之后两人各自去上班,到了12月2号,秦潇贤回京后再次去孟子一呀,途中又是路边下车抽烟,还把烟头随地乱丢,这次他带到5号,助理来接他,秦潇贤上车前,指了指孟子一的车,就直接去机场了,不多说了,祝福啊! 必须要确定一下,到底说,老秦是否是住在孟子一的家,我们一定要确定一下,后来我们到了地下车库,大家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啊,别墅的地下车库,就是说,他对应的只有说自己这户,就是说不可能说这一个单约门有好几户,只有自己这户,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现在是老秦上车的位置啊, 这个位置就是孟姐家的地下车库,也就是说孟姐家门对应的位置,并且老秦当时两个助理来的时候,都是从外边来的,有一个助理推着行李,有一个助理呢,是打了一辆车过来接着他,因为他要去上海有个活动,然后积蓄,昨天还有一个GQ,当时 来,这是他其中一个助理,拖着行李来的,刚才那个别克来的时候,是拉另外一个助理,等于两个助理过来接他 对,老秦和孟子一现在处于一个同居的状态,而且老秦是属于最近应该是脚受伤了,就是没有公开的活动的话,基本就在家养着 嗯,观众也会不会,我告诉大家可能会有 来,这个,这个是啥 对,秦肖贤呢,现在据我们大概拍了有个三周左右,他肯定是跟孟姐现在处于,两个人处于一个同居状态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眼这个大忌啊,我还可以分享,算了,这个细节到时候晚上我再跟大家分享吧,还有一些两个人的细节 嗯,这个当时呢,是有粉,好多粉丝宝子们 老秦先生多大,26,我打算30结婚,我打小就一直都 你打算30就结婚,我说小时候都说30,今年30一会儿就到了 你马上,你明年就30,对啊 我后年就30,那你得抓紧了,你要30就好了 现在就得抓着了,也不用,你看我四年嘛 哦,赶紧就是许沫儿了 你出,你得出一两年嘛,你不能出一年半年嘛 一两天才长,一年可以吧 哎呦,我前一阵看了有个综艺,就是那个小孩儿那个爸爸当家还是吧 那里面那个小孩儿,他妈他妈十天就结婚了 老恩爱的,妈我羡慕我也老好 也有这样的,老好了,能不能请他来我们节目,我特别喜欢那小孩儿 哪个小孩儿,叫马里奥 马里奥 马里奥 老可爱,老可爱 十天就结婚了 他妈妈十天就结婚了,第一张合影是结婚证 哇,那十天就结婚 结婚了就已经进入,就是在一个热恋期的状态 对,就整个婚姻我就非常幸福 反正说他俩老幸福老好 两个人都能信不得费好 我听都不行,我听都难受 那老演可好溜了,老多这种了 那氛围合适可以 对,因为每个人都这么说 就是所有人都在做这种说 对,你就不会觉得有难受尴尬 而且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心率 看谁心率高 刷了以后这个心率是谁高 那看谁的心率 看我的心率 看她的心率 那当时谁最高 她最高 135 挑拳那个 好啊 你擅长说甜言蜜语吗 其实真的生活当中不太会 就是当你的女朋友问你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你怎么说 高媛媛 实话实说 我喜欢高媛媛 我喜欢高媛媛 实话实说 你这也是给人干一愣 是 我也喜欢她 对 她是不错 那咋整呢 你能说啥 那怎么男生问你呢 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白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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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羽这样 白羽那样的 他不是真的想问你 诚实的回答 但你就是一些回答 比如说我喜欢你这样的 那也不是 他现在我感觉是 他希望听你描述他 一些美好的品质 就是 那他有啥美好品质 我就说啥 那你没说 刚才 白羽 像白羽 最大的优点就是像白羽 那如果你们问别人这个问题 你们希望得到的答案是啥 其实希望得到就是我身上有的 对,我有什么 对,你最希望别人说你有 搞笑 就是搞笑 我喜欢幽默的 你也喜欢幽默 他说我喜欢幽默的 我觉得他很真诚 对 是 这男孩还好 那女孩也希望被说 那我是希望的 因为我觉得他如果说出一些 大家都有的那些品质 善良 对吧 对 我虽受不了人说 孝顺 对 好烦 我说那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品质 这个好烦 那他要说我喜欢幽默的 我说 那我觉得 他起码同频的人 对吧 他起码觉得我是幽默的 嗯 真觉得两个人如果真的要在一起 就能乐到一块去 是一个特别开心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是吗 真的 你不希望他看出来你幽默背后的一些脆弱 哇 这一定要这么合适 其实有 就是有的时候会 就你这 看时间长晚 还得是不能光幽默 不能光光 还得有更深入的一部分 对 你的理想型是 高 高 你怎么知道 你刚才说的吗 在何老师那 对 多高算高 83以上 83以上 83很高了 就比我高个12厘米就行 那12这个数是哪来的 我在书上看见了 你别说 我小的时候我们网上真有一种这种传言 12厘米是一个最佳身高差 我也看过这个传言 对 那除了高呢 我喜欢幽默一点的 又高又幽默的 我想想 就要帅吗 我对颜值没什么要求 因为我喜欢的一直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帅哥 李淡 李淡 哇 但淡哥结婚了 李淡 也不是说就他 就是说如果是他这种类型 真的假的我不知道这个事 人见兼职 嗯 李淡淡哥不错 我觉得他挺有意思的很搞笑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能让我很开心 我就会看他很帅 嗯 孟姐在谈恋爱中是一个脑子非常清醒的人 比我平时社会清醒一点 你是靠智慧还是靠感觉 感受 就是我要觉得有什么事就一定有什么事要发生 曾经有过能分享的不太好的经历吗 因为我觉得我男朋友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又和前女友联系了什么的 就真的有联系 这种事通常都能感觉到 这能感觉到 男的他也藏不住 女的能藏住 就是个人他就藏不住 他自己就心虚 嗯 孟姐梦也不像那种会被PUA的人 反正我情感上面以前就很少有人PUA住我 但是我之前也被PUA过一次 他会让我觉得他很可怜 会让我很心疼他 可怜是指 他每天跟我灌输就是说 他现在就是很不容易啊 工作很辛苦啊 对他 对 会让我觉得 他一步步走来真的很不容易 那你是什么时候哪一刻反应过来的呢 老因为相同的一件事情吵架 那你就开始复盘这件事 对我就在想 这件事情不是已经说了好多次吗 怎么这次又因为这件事情吵架了 因为他表面上跟我说的好像他很柔弱 但是呢 当我要跟他说某些事情的时候 不管怎么跟他说都没有办法动摇他的这个意见 就说明他根本不是一个柔弱的人 然后再加上后面就是跟他在一起 就觉得就是非常的不开心 因为我觉得爱情这个东西 特别是在咱们这个年纪 就是他一定是事业上的一个 像是那种兴奋剂的感觉 会让我们更想好好充事业 而不是说每天 竟因为他就是闹心想百拉 那就肯定是不对的 那肯定是 我看好多是说那个学历高的人 他特别容易被PoA 就是因为他们 太习惯于走出舒适区域 然后老习习惯于挑战很多男的东西 有点 你像我们编剧PoA我 我就一直在给他道歉 你说对不起 对不起 很难想象你 从你的嘴里说说对不起 你有什么很难 我是一个非常容易PoA的人 我在这各场合说对不起 你都没有对我说过 我没有对不起你 你是在批诡他吗 对不起 对不起我没有对不起 说过对不起你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就是很容易在会被PoA的人 你要学会认可自己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就是哪怕所有的人都不挺你的话 你自己一定要挺你自己 就是自己一定要给自己打气加油 就你千万不要怀疑自己 因为我觉得学历高 有文化的人太多了 但是为什么今天大家可以知道你 就是你很厉害啊 你很棒啊 说明你拥有的不仅是高学历和高文化 你还有别的闪光点 哇 你看看你那孟姐 你看毛毛唱歌也很厉害啊 但也不是每一个唱歌好听的人 都可以像毛毛现在这样 就是说明你身上 不光有唱歌好听这个特质 还有一些就让别人喜欢的特质 真好 是吧 嗯 孟姐你刚刚跟孟姐做朋友 你会快乐很多 你的人生当中 你得过太多第一名了 不像我们 就是你也得过第一名 我真没有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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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第一职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因为我不是一个就是要一直拿第一的人 所以我给我自己的压力很少 我一直觉得就是 笔上不足笔下有余 就是我最好的人生状态 就中不留 我喜欢中不留 对中上等 但我现在比以前有压力了 是吧 对自己的就是 嗯 专业上面有点压力了 想演得更好一点 嗯 这个好事 孟姐这个性格我真是很少见 我周围没有这样的人 孟姐像 这个不太恰当的比喻 像菩提树下 孕育出的一棵 一朵花 为什么会在菩提树呢 可以是柳树吗 多妙 你说多妙 我真没懂啥意思 他还是你有一个很善的东西 那你自己不知道 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是每天听着那些 我钱一朵脸 那种 你不是他也不是 他也没有说我要 我有多么的珍贵 对 他也没有说我要有什么样的功德 我要成为什么什么样的 但是你就是长出来了 然后就带着那样的绘根 虽然我没有很理解 但我觉得你在夸我 是 行 你们会玩游戏玩鸡眼的吗 没有 没玩鸡眼的 没有什么肢体对抗 没有 这啥眼呢 就娱乐 这玩呢 就 但有没有特别认真的 就是他想赢 有 输鸡眼 有 有胜负欲比较强一点的 比较强呢 有 但也不至于鸡眼 就是你就他就想赢 就必须赢 那也很正常 那种游戏你要都不想赢 他也不热闹 对 尤其像泼水这个 我每次都期待你 从来没玩过这个游戏 那个可太难了 我一看着 反应根本反应不过来 还得指 你来试一下 还得玩旁边那个人 咱俩来一下 来 谁先说 我先说 你先说 我怎么说 一二三三二一看这边 三二一看这边 看我这边看这边 来 我那段换你 然后这你就得泼我了 来 三 你的手放下我 三二一看这边 对啊 主要他四个人还得配合 这边一看错 马上就得泼 然后就经常有这种 第一次玩他手毛脚论 非常好笑 要泼错了 挡错了 这游戏 就是因为孟孟子艺玩的那一期 太可乐了 孟孟子艺都瞎弄 哎呦我的妈呀 太逗了那一期 要么就是像小丁他们那种 就贼快 反正贼快 老激烈的 要么就是 要么走的时候精彩 要么就是一个狗效果 要么就是一个狗效果 哎呦我想做一个 嗯 我真的 我先拿点水盘过来 嗯 这个味真不错 你把脚放进去 喝脚放 我再来一个这个 我来鸡柳 鸡柳的早烤 有点好吗 哎呦 你大概只有饱 你不要 我上来是先放水是吧 先放水 直接崩着 就老崩着 可以吗 不可能 我再放上去 然后给它夹下 再滋点 对 对 就这劲 不够 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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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 打鸡蛋 你滋油了吗 没滋的 放哪滋 你就往这底下 你再来点 再来点 你给它加进来是吧 来啊 你只要给它抹鸡蛋 保肥 放过去 拿个打鸡蛋 小心 往那上面来 把它掉回去 将过不迷不着 我们就拿它 放过来 对 放过来 冯军 拿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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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刮 你接受吗 我怎么记得还得给它再放呢 不用吧 不用 然后往那刷酱 真的吗 真的不用再放过来 真的不用再放过来 你确定吗 咱们吃的不够鸡蛋在外面 我怎么记得在那里面 刷一刷 你看我这个酱刷的 对 其实应该是先刷一下 还有醋糖吧 那你先这 放醋就行了 生抽 醋 醋在哪呢 这是糖吗 醋糖 喝多了 有点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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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试试一个味儿 上来味儿的吧 就醋糖吧 吃了吗 再来点了 先来看 揍一下 揍一下 咱不着发生的 嗯 你不得把面子再放过来 这都熟了 对 嗯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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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过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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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点弯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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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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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 你看就是自己做的 还有肉松 肉松 来一点 行 可以了 完了 做鸡蛋 完了 没什么问题 兜不住了 兜不住 没事 兜不住了 我这得老鲜了吧 我这得老鲜了吧 我这得老鲜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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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叠点 来 放一 好的 把那咖也做不得了 我得挤的 我爱吃 来 来 这个好吗 哎 可以啊 把这个叉叉叉都不可以 这不能够 没拿来吧 行 没了 来 尝尝啊 酱还是不够 你感觉差不多 嗯 你来 就那味儿啊 吃辣吗 吃辣椒 我 你也得割藏醋 嗯 你来吧 吃哪个味儿 吃哪个啊 割藏醋很精髓 嗯 吃哪个啊 吃哪个啊 吃哪个 又得去甜呢 嗯 还不能干吧 吃辣味 好吃 不要做我吃了 哪一碗你做一个吧 做一个我做的 你来一个来 来一个别的呢 来一个带辣条的 哇 这好吃 这也可以 吃辣椒 好厚 是那个 我吃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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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的呢 放开我 汤了嘟嘟嘟嘟 不管他 不舍得 他顶着吧 这碗放在那边给他抹匀了 这样它是不烫的 那好好吃 这就有点崩了 就有点烫 有点烫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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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 昨天咱们做的比有一些麦的好吃 自己做的好吃 你按着自己口 完全按着自己口做的 有一些麦没有这好吃 你给拿手 有点烫 一点点 可以 给拿手 对 然后拿那个 挡着给它挡开 你压住一点感觉行 它这个对 正常的 这边应该是这个样子 那股脏 股脏 股脏没事 可以 满碗了 正常 这都很正 妆都没看见 发酱 发酱 嗯 但这里面现在有很多狗毛了已经 他是来的 你是他身上的 我身上的 你身上的 无所谓 这里肯定是